音樂 演唱歌 音樂 歌曲 音樂 音樂 鍾音姐 金卡獎第二屆了 是的 今年有什麼特別的感想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精銳進出 而且你所感受到的新潮流新趨勢 絕對在這次的榜單裡面 那鍾音姐你覺得今年最有記憶點的車款 會是哪一台 今年最有記憶點的車款 我跟他相處了一整天的時間 然後呢 我直接可以破梗嗎 可以啊你破梗 因為我就把它選為金卡爾獎的最大獎得主 就是BMW的7系列 終於好眼光 這一台車給我的感覺真的是一個好大的跨度 我們姑且不說 以我們自己非常嚮往那種厚重買家能夠買的車 因為他們基本上在那個車價門檻上 確實就墊得比較高 但我覺得那是一台除了坐後座特別舒服之外 自家也好好開的一台車 再加上裡面你能感受到的所有的舒適豪華 跟那個影音系統的本身 哎呀太享受了 希望每一年我們都有更多的成員來繳出這些獎項 代表什麼代表每一年的車 各品牌的車款越來越精彩 然後有新的車款進來 對大家來說肯定是福音以及我們會用最專業的角度 幫大家評選出各級巨的最佳車 哈囉 董哥 我是劉老爺 感謝你的參加金卡獎 那這次的最佳小型先輩是巴比亞拿下來 那董哥你認為這台車子有沒有 什麼樣的一些特色可以讓它獲獎 巴比亞真的就是最小的大車或是最大的小車 因為它的空間還有它的這個質感已經 跳脫這個小車該有的部分 更加放大 真的真的我覺得是更上一層的 好高興請到小七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年獲選這個最佳中大型豪華房車是EQE 它獲選的原因會是什麼 EQE我想它除了是純電車以外 更揭示了Mercedes-Benz未來它的整個設計的手法和原則 還有它科技上面的先進的程度 那所有的先進科技幾乎在這台車上面極大成 那當然它現在的廠牌不是Mercedes-Benz 是Mercedes-EQ 所以在這個廠牌呢 今年全新進入台灣市場之際 我覺得這台車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台車 哈囉 董哥 今年七系列獲選為最佳豪華大型車 它獲獎的原因會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應該後出 X-Class大概往前出了一年 當然新的東西有新的吸引力 第二個大家這兩台車在力拚的時候呢 其實有關於這個格局 還有新的這個視聽享受 我覺得七系列在這個層面做了一個新的高度 再來是大家這個傳統媒體很喜歡的操控 七系列依然在操控方面也給予很靈活的 很這個人車一體的感受 即便到了七系列都還是有這種感覺 大家都說 就是大概前四代的宣傳都說 你也可以自駕 可以後座 但是在這一代其實是後座尊榮 但前座看起來一樣樂趣 德哥 欸 可以幫我們聊一下 今年金卡獎 你覺得最有記憶點的車款是什麼 其實最有記憶點當然還是跑車嘛 超跑 那不過呢我覺得太特別的是 DBX707居然歸類在超跑 對我覺得它應該另外再獨立一組 其實在2022也試了不少款 我覺得印象相當深刻的測 那有的是發表的比較早 可是並沒有真的 就是拖比較晚才開到 像Adura 可惜這次就沒有入榜 那麼在就是718的GD4 RS的部分呢 我覺得我也很看好它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台很厲害的小跑車 耶耶耶耶我歡迎雷尼大 他也是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今年金卡獎 你覺得最有記憶點的車款是哪一台嗎 我跟你講喔 有一年喔 我因為這個車禍住院 然後一年之後出院 結果發現時空完全改變 那個年代的那個底片 照片都不見了 然後全部變成數位的 那我發現今年也是同樣的情形 就是突然電車大行其道 電車大爆發在今年 對 百花其放 所以呢 我再次要講的是這個遺珠之旱 也就是這個TOTA的GR86 喔 在這個四道當中 然後它還做這麼Hardcore的車子 對 還要花這個錢 花這個重門去設計這台車 今年的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讓我印象深刻 真的很難挑選啦 當然我們試過那麼多車裡面 唯一讓我直覺想到的選擇 就是保時捷的 718 GT4 RS 用力由我們踩下去的聲音 哇那個聲音整個在座倉裡面啊 迴盪 非常非常High 超High的啦 先拿個金色的好了 這是什麼 喔馬可菠蘿拿到 不好意思 一點車款我想就是 我手上拿這個 馬可菠蘿 對 馬可菠蘿呢 因為本身小弟也有去訂一台 此此未交車 對 因為排單的人實在太多了 那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是因為 因為它的品牌是賓士高級品牌 對 然後呢又有出這個露營車 而且是裡面是以豪華呈現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期待 那你覺得在今年金卡獎 有沒有移出是它比較可惜的 有我覺得有一台比較可惜 就是我底下的師傅 還有我本身有貢獻很多單人 就是這個Toyota的Town S 相形車跟貨車都是 那個Town S的那個內裝喔 在我看來真的是 這個貨車界的這個超跑等級 我跟你講每個師傅都開得非常開心 謝謝阿遠 其實我覺得喔 我記憶點最高的應該還是 發力 296 覺得像這種超跑 以往追求的是這種 V12 V8的大馬力 它現在的down sizing 已經到達了這個連頂尖品牌 開始做一些改變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電動車的話 我當然就投給Model Y 還有EQE吧 我覺得EQE其實我上次開起來真的是 超讚 讚 那油車的話我覺得像RX啊 大七啊 我覺得其實都非常不錯 大概90%的點好像的選擇 其實也都大同小異耶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遺珠之憾 謝謝小Indy 我終於得獎 你得獎了是不是 好高興 你得的是什麼 欸 喔現代商店 不是不是我們現在要訪問你 覺得今年金卡獎當中 最有記憶點的車款會是哪一代 我可以講有遺珠之憾嗎 可以啊 所以我選那台居然沒有上 怎麼會 馬自達CX-5 好車耶 好車耶 現在又有Turbo又有四驅 而且有帶老婆小孩去開 對啊 就非常喜歡那台車 欸欸欸 你怎麼在這 我看這邊蠻熱鬧的 過來掛一掛 好多人喔 熟面口 很熱鬧 對對對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今年金卡獎 最有記憶點的車款會是哪一台 記憶點 我覺得應該是我自己投的 最大獎我給現代的Cousting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一條馬路上網 有那種熱潮 有日本料理 但就缺一個義大利眼 Cousting就是那種市場空缺 我覺得它非常有料 太會形容了 但如果是遺珠之憾 我坦白說我覺得MG 原因是因為它聲量太高了 沒得獎可惜 蘿哥 感謝你來參加金卡獎 但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年你覺得最有記憶點的車款 會是哪一台 今年電動車很多 我覺得像這次的這個 KIA的EV6 得獎我覺得還蠻實質名 不過 那個現代的Ioniq 5 我覺得它的設計 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尤其它的前座 還可以像那個 還可以有舒服的這種 休息的這種 它很多功能可以去調節 創造出你自己的空間 對 所以我覺得那一台Ioniq 5 其實也應該是很熱門的 我覺得 今年這一屆的金卡獎 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包羅了各種的車型 包括我們一般的油車 還有電動車 然後高級車 跑車 還有一般我們民眾用的 這大眾普羅用車 它都涵蓋在內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多元化 讓大家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就是今年的金卡獎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多元 對 嗨 高安姐 很高興邀請到你來參加金卡獎 那你覺得今年這些參賽車款當中 你覺得哪一款最有記憶點 其實我覺得每一台的記憶點都很深 但是因為大家都是在不同集聚 不同車型當中的佼佼者 像比如說保時捷的CAMON 718 GT4S 或者是像七人座的MPV HONDAI的CASTING 又或者是像電動車的IONIFY 這一些我覺得每一台都很有特色 我覺得今年的整個車單裡面 其實電動車其實數量不少 其實我當然也選了不少的電動車 那我最後金卡獎我給了EV6 那我覺得有一點很特別的是 其實如果我們講到有一點遺租 我們這樣講 如果我們講來賓跟主持人 大家有買的車裡面呢 如果有人在某一款車裡面 同時買了兩台 就是BMW i4 因為我跟終於都買了i4啊 但是這一次i4 算是沒有入榜 覺得EV6是很厲害 蠻特別的車 一方面呢它實現了在這種 兩百萬以內 但是呢它卻可以有 八百幅的充電的性能 那大家對這台車的印象也很深刻 因為這台車呢全台灣跑下來 基本上充電花的時間 可以在十分鐘之內 我覺得這是一個 在電動車的續航里程裡面 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覺得最有趣一點還是 是特斯拉的Model Y 因為它在這個十二月 一舉交了大概將近三千六百多台 那再來是 所有車主交完之後 其實除了嫌它沒有那個 超音波雷達之外 其實對於車試空間 寧靜度跟整個車子的整體的質感 都蠻好 今年最有記憶點的車嗎 對 你講過了 我還沒有講 那你先講 我先講喔 我覺得今年當然最有記憶點 當然就是大器 因為它後面那個大螢幕 可以彈在後面追劇 實在是很過癮 那如果要講移珠的話呢 我們自己就選一台比較 大家沒有選到 像C-Class Estate 因為我覺得它有一個 空間的實用機能 但是這一代的兵士 它的操控性又更加的靈巧 蠻特別的一個存在 那你呢 我覺得我的移珠 應該就是給Costing 其實為什麼 其實它雖然是那個級距的冠軍 最後沒有出現 是我覺得比較遺憾 因為大家都給了 真的很吸睛 很有創新度的 的Steven 但是呢 在Costing上面 它才是真的是 對台灣市場來說 是一個有影響力的車 因為這級距真的太久沒有汽車出了 一開始出了 就是一個大全備 又可以入手的一台車 真的很重要 沒錯 它也是我記憶點蠻高的一台車 我覺得金納獎呢 越辦越澎湃 那代表性也越來越夠 那我希望呢 接下來的一年呢 會有車廠推出更多的車 那我們明年來挑選的時候 會覺得 讓我們大家更騷擾 我覺得其實未來 搞不好可以請這個 觀眾朋友啊 來現場參加 我覺得其實可以 讓這個我們跟 觀眾朋友更多的互動 或提問 其實這種活動其實不管是年尾 對喔 我覺得每年六七月 搞不好也可以多賣一次 其實讓我們跟觀眾朋友 更拉近 更彼此下去 大家走得更近一點 更近一點 金卡獎這是太讚了 又歡樂 然後可以讓全部的這個 大家消費者一起來 投票 然後一起來選出 大家心目中覺得最好的車子 我覺得這個對消費者來說 會變成是一個 在買車的時候 很有參考的一個地方 金卡獎讚啦 金卡獎我講真的 真的應該常辦喔 而年年有給大家 最好最好的購車的建議 預祝TVBS的金卡獎 越辦越成功 越辦越盛大 更多的人來參與 現在已經第二屆了 繼續加油 我覺得金卡獎 他這樣子持續的辦下去 我覺得是非常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也為一年的一個新車 做好一個最好的conclusion 也就是結論 這個購車選車的最佳參考 金卡獎加油 金卡獎越辦越好 這第二年了 我希望我們明年還會再 鼓勵的支持 各位網友們也要 繼續勇略的 勇略的來投票 多表達大家的意見 加油 金卡獎祝你一路一直辦到 3023年好不好 一路順暢 好祝我們的 T2黃金線金卡獎 前兔市井紅兔大展 今年金卡獎已經到第二年了 我希望金卡獎能夠一直辦下去 因為它可以給很多的觀眾朋友 還有很多喜歡車的朋友 一個很中肯的建議 我希望黃金線兔年行 大家因為收視力越來越好 那我們希望金卡獎可以 每年都可以舉辦下去 那也歡迎各位網友 可以支持我們金卡獎 跟黃金線 OK 消費者可以藉由這個獎項 作為它購車時候的一個參考領域 我覺得非常好 希望可以一直辦下去 有車趕快去買 不然就會沒車了 希望大家每年一定要來參加我們金卡獎的評選 今年特別感謝10萬網友的支持 相信明年會更多 好啦 最後的最後還是要感謝10萬網友的支持 大家不離不棄的來參加金卡獎 力挺我們 好 我們明年再見囉 明年還要繼續喔 掰掰 賞車容易 選車難 夢幻車款千挑萬選 你選對了嗎 地球黃金線第二屆金卡獎 20位專業達人評選團 車友票選最愛DreamCar 帶你一手掌握台灣風雲車年度盛事 1月11號晚間10點 鎖定地球黃金線 準時揭曉